大家好,欢迎收看咪塔世界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关于日本神社和寺庙的玉珠印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按赞,按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哦 什么是玉珠印? 玉珠印是参拜神社或寺院所获得的参拜证明,也是与神明结缘的象征 最初是需要抄写经文奉献才可获得 但随着时代演变逐渐简化至只要复制纳经,俗称的香油钱,即可获得 玉珠印的一般金额约是300日元或500日元,限定玉珠印约500日元至1000日元不等 玉珠印在日本的宗教信仰中非常重要,是信徒参拜寺庙和神社的纪念以及证明 也是祈求神明庇佑的表现 当人们到寺庙或神社参拜时 通常会请神主或僧侣为他们写上玉珠印 作为一种祝福和证明 玉珠印通常被认为具有神圣的意义 可以保佑持有者平安、健康和幸福 玉珠印的种类和风格各不相同 有些是手绘的 有些是印刷的 有些还会附有特别的印章或纪念章 收集玉珠印也是一个流行的文化活动 也是现今的日本旅行中非常的受欢迎 玉珠印是不可以被写在随意的纸本或是笔记本上 必须有特定的玉珠印帐才可以 玉珠印帐要去哪里买? 要收集玉珠印前需要购买玉珠印帐 有名气的神社和寺庙大多都有贩售 也有很多书店在贩售 现今有一些网上的商店也可以购买到玉珠印帐 价格约1000到2000日元左右不等 神社和寺庙的玉珠印帐要不要分开? 一般来说 神社和寺庙的玉珠印是分开使用玉珠印帐的 在日本 神社和寺庙是不同的宗教场所 对应的信仰和神志也有所不同 因此它们的玉珠印也有所区别 神社是叫做玉珠印帐 而寺庙是叫做纳金帐 玉珠印的礼仪 在神社或寺庙参拜时 如果你想请求玉珠印 可以使用这些礼貌用语 向神职人员或神女询问 这句话的意思是 请问能否分给我玉珠印 其中的 表示请求分给我的礼貌语 这句话的意思是 请问能否给我写玉珠印 其中的 表示请求 写给我的礼貌语 这句话的意思是 请问能否给我授予玉珠印 其中的 表示请求 授予给我的礼貌语 为了表示尊重和敬意 请不要忘记在请求之前进行守水社 鞠躬等参拜程序 在神社请求玉珠印的地方会标志 玉珠印锁 寺庙则是纳金锁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